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祝大家中午用餐愉快 說到年輕時 有開 拿 你就要認真打拚賺錢 因為 對男女來講都很重要 年輕有體力就盡量賺 我以前在年輕的時候 也是 作秀 還有工地秀 我有時候一天跑大概四 五場 到晚上 疲累 可是每個禮拜領現金的時候 就好開心 很滿足 就再辛苦都值得 到後來拍八點檔 其實也算辛苦 因為常常熬夜 但是你會覺得說 你有在座有這個機會 我每次都把握住了 然後我這檔戲也完了 我也賺一點錢 我下一檔戲我也可以安排 如果工程沒有安排我們戲 沒關係 我們就安排自己稍微出國 跟朋友走一走 放鬆一下 衝衝電 回來再工作 重點就是 我覺得任何的時候 你在忙也好 你一定要注意好身體 因為老本和老生身體 也很重要 所以今天我們其他來賓 他們來聊聊就是說 他們現在人生的進行是 未來他有一些什麼樣的想法 以及營養師來建議我們 就是說 你這麼忙 想要認真賺錢 我們也有這個材料 有這個本錢賺錢 應該如何注意自己 好好保養一下 自己身體好好 今天我們就請他們來分享 首先介紹這一位 她現在真的是健康寶寶 個性又非常可愛的 姚美將 歡迎 大家好 我是怎麼講 努力打拚之餘 身體也要顧 另外這位 她是很認真 越來越有型的紅毛 鄉親 想要擁有好體力好氣色 用對方法非常重要 沒錯 好的 告訴我們說 在這場當中 其實正確地照顧 補充營養這很重要 也就是我們的營養師 李懿平小姐 謝謝大家好 補充對的營養 為自己的健康加分 對 補充對的營養 這很重要的 現在等你打拚 你們這兩位年輕人 因為現在我常常就是 泰國跟這樣子兩邊跑 然後跑來跑去就是要拍影片 影片拍之外 我還要再寫文章 所以我就是 不是只做一種影片 就是我連平面的文章我都寫 有很多人問我說 亞美將 你在拚什麼 我就會說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也不知道要拚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個 寫泰國旅遊是我的興趣 我都很喜歡這件事情 所以我很享受其中 所以有時候再累 再疲累 我都覺得說 我都感謝老天爺 就是讓我有這個機會 可以外出 趴趴走 你今天的想法 其實代表了很多藝人的想法 雖然很累 可是還是很感恩人家 給我們每一次的機會 而且更重要一點 這些工作都是我們喜歡的 是不是 完全可以理解 所以很樂在其中 紅毛也是 越來越有型 完全感同身受 我們做這個工作 完全是自己喜歡 有熱情 才會下去做 不管多累 我們都不會計較說 它的收穫有多少 我們先做再說 就像我現在有在做直播 直播 直播就是很現實的 就是每一次 譬如說我們介紹一個新的產品 或者是煮菜 就會有網友提問 網友提問的那個問題 有的都很專業 已經超過我們 來踢館的 也算踢館 已經超過我們的知識 在那個當下就有一點受挫 但是我會在現場節目跟他們講說 我會查好資料 然後再私訊給你 其實他們都已經知道答案 他是故意來問 我想要看你怎麼回答 但是越有這樣子 要讓我越挫越勇 以後我會吸收更多的知識 再來去做好更多的解釋 我覺得挺好的 現在科技進步也讓大家更有機會 跟你的一些人 大家互動 當然我就說 在工作上 你們會不會有碰到一些比較 一些小差距 不管是好的 不好的 都可以分享 因為我就是 像有很多人說到泰國去旅遊 都不帶筆電的 我就是一個要帶筆電出國的人 就是一邊旅遊要一邊工作 你不一樣 對 我就這樣寫一寫 可是你知道泰國的網路 用電話卡 它那個容量會有線 流量會有線 所以我不可能用手機流量 去上傳照片 我就一定要找咖啡廳 有免費的Wi-Fi 上傳那個影片 才會比較順 所以我就去找了一間咖啡廳 點了飲料 就那邊用 很認真用 突然就 因為泰國最容易發生跳點 然後全部都 我的瞬間螢幕就亮在我眼前 你就可以想像一個 女人在黑暗中 然後就很認真地 而且每一次跳電 我的那個可能是因為 在演藝圈吧 我都會想要唱 煮你聲 就是因為它是那種沒有來 沒有原油的 就是忽然這樣跳電那一種 可是我就是那個精神 會越挫越勇 會覺得說我不能輸 我今天花的錢來這裡 我就是要把我的影片上傳好 把我資訊帶給大家 就是那段時間要辛苦一點點 可是沒有 然後電一下 又亮了 就來了 好的 這蠟燭很快就吹熟了 是 那個有時候 還好是有存檔 有存檔 可是沒有存檔 我的眼淚滴下來 遇哭無淚 再重新要再去拍一遍 真的 對 那你有碰過嗎 像我現在就是比較 轉向主持的工作 公司也非常 給我機會 前一陣子主持了 多情城市的 開進記者會 這個開進記者會 真的是 重新雲集 天王 天后 所有的長官 董事長 總經理 副總 全部到場 這個名字完全不能念錯 對 而且還要注意到時辰 積食道 以前 積食道好了 香香 吉 吉谷 然後這個舞龍 舞獅來了之後 突然看到 花樓囉 我們拜拜的香爐 發爐 發爐的時候 不管在幹嘛的時候 請大家趕快 發爐來 要再拜拜 在這個當下 還要記得每一個人的名字 不能記錯 對 流程 然後開進的時間 幾點 幾分 幾秒 自己要抓準時間 對 那個舞龍舞獅還沒舞完 還要把它擠開 自己想辦法 不能耽誤到即時 自己就是要把那個時間 自己抓好 對 那個時候真的覺得說 腦細胞不要適合多少 但是 我們經過那一次之後 我覺得我好像 心臟大顆了一點 脫胎換骨了 除了這個之外 有的時候太累了 太累有的時候就會 好像忘記說 把自己稍微照顧好 吃很重要 是啊 像我就是常常在泰國這樣子 跑來跑去 然後三餐一定是在外面吃的 我不可能自己煮 就在外面吃 所以我的身材 就會漸漸地往 很向發展 是健康爸爸 所以以前坐這個椅子的時候 觀眾朋友 幾個月前還覺得很傷 現在有點緊了 其實這個椅子 應該是三個人坐的 對 我們那坐剛好 對 然後你知道胖到一個境界 就是後面也就是可能 心寬體胖 我每次去搭那個 泰國搭捷運 上次居然還有一個年輕人說 來 請 然後我就 讓座 讓座 然後我就是很順手說 腳 然後我就坐下來 可是坐下來就不對 怎麼會坐下來呢 我沒有懷孕 他以為我懷孕 我好不禮貌 對 很不禮貌 後來我就想說不行 就是吃這件事情 真的要注重一點 對 妳自己也要 要反省一下 為什麼 讓人家 要給妳 健康 對 幸福 所以平常的健康 自己真的要稍微注意 一次 你如果不去注意 吃到那個時候 不早就肚子 但是也不一定能補到 我們需要的一些元氣 這方面就要請教 我們這個營養師就是說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都不會去照顧 其實早晚都有一些毛病都出來了 對不對 其實像剛剛兩位來賓講的 其實大部分都是 現代典型的 現代人有的一些症狀 像譬如說 飲食會習慣比較不好 營養不均衡 壓力大 工作疲勞 應酬 所以其實 現代人講究就是生活又緊湊 所以很多都會怎麼樣 外食 剛剛有提到外食 外食有什麼危險 就是說很容易就是 吃到一些高油炸的 或者重鹹 油膩的一些食物 其實高的高溫 會讓營養成分會流失 對 再來就是說油炸的 這些油氧化之後會產生很多 自由肌 毒素 我們又吃了很多的加工食品 其實就對於我們健康 有很大的危害 不然 沒辦法很危險 只好外面都外食 少要學會吃 幾乎每天都吃那些東西 對 炸的 對 煎炸 跟妳一樣 每天都吃煎炸的東西 不然 每天這樣就不是辦法 偶爾說解殘 稍微那個一下 平常的時候還是要稍微均衡 吃還是非常重要 其實如果說是要維持健康的話 我會建議說可以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酵素 有 當然 其實酵素在體內 扮演很重要的功能 像我們在新陳代謝 其實是需要 體內有這麼多 數千種 幾千種的酵素在幫我們作用 其實體內的酵素又有分 代謝酵素跟消化酵素 消化酵素 就是幫我們消化食物 代謝就是幫我們促進 身體的一些生理功能 新陳代謝的部分 當我們如果說暴飲暴食 吃了很多刺激性 不容易消化的食物的時候 就會耗損我們的消化酵素 對 當我們說身體習慣比較不好 然後有 平常晚睡 應酬等等的 就會耗損我們的代謝酵素 而且這個酵素還會隨著年齡 會慢慢地遞減 尤其是中年之後會減到了 50%以上 所以要特別注意 難怪 難怪會往橫向發展 對 原來都已經被消耗掉了 然後年齡一到越來越少 這個幾千種酵素 還是要去哪裡找 真的 怎麼都去吃 哪找得到 因為我們就是強調要補充 增強體力的部分 其實如果說要增強體力 我們也都建議說 像有一些中藥 好的一些藥材 像譬如 這個成分 就是我就覺得它很好 對 蛹蟲蟲 這個成分它是 中國傳統的一個 保健的藥材 蛹蟲蟲它本身 像有很多活性成分 有蟲草酸 蟲草素 蟲草多糖 這些成分 其實很多的醫學研究發現 它已經可以幫我們降血糖 然後降血脂 然後還可以去預防一些 慢性的支氣管炎 或還有一些抗發炎 然後幫我們抗疲勞 甚至還可以抗癌 蛹蟲草現在 人工培養的子食體 其實加在很多的 保健食品裡面 有些人可能會聽過 蛹蟲草好像有點陌生 對 一般蟲草就是 東蟲下草 蛹蟲草草要去哪種 現在都人工培養的 太好了 對 人工培養 我們就是用補充就可以了 對 蛹蟲草它的又稱為 也稱為 其實就很多時候有它的別稱 它就是有很多的一個 活性的效能 所以幫助我們可以增強體力 如果說擔心說 飲食不均衡的時候 可以去做補充 像因為我本身也是 正在打拚的階段 是 對 我也很想要補充一些 就是營養補充好的一些補力 好的 很重要 對 好的 所以我們就是 我還是會 我自己去選擇 就是有一種叫 永蟲草 薑黃的酵素飲 它是用一個 全台獨家的專利的永蟲草 去融合天然的蔬果酵素的製成技術 意思就是說 它就是用了 專利的永蟲草 用了90種以上的天然蔬果 90種 去發酵的 我吃一年也吃不到90種蔬果 每天要攝取的攝取不多 沒有辦法 對 你就吃了一大桌 吃了飽的藥食也 營養也吃不到 很難 裡面又有很多多元的益生菌 就是幫助我們可以獲取到這麼多 經過發酵之後 我們可以得到 永蟲草裡面好的成分 活性的成分 還有天然蔬果裡面擁有的 植化素 還有這個 SOD酵素 它就是可以幫助我們 調整生理機能 都是很好的成分 植化素是什麼 植化素 植化素可能大家有聽過 但是不知道怎麼去說明它 對 其實植化素就是植物用來去抵抗疾病 或譬如說植物去預防太陽 照射它 對於它的傷害 它所產生的天然化合物 就是植物本身是在保護自己的 一種化合物 所以又有分很多顏色 像我們看到有些黃 綠 白 紅 紫 這些顏色都是屬於植化素的顏色 我們常常曬太陽都會曬傷 一樣是我們可以試喝一下嗎 可以 薑黃的 人家是黏的 很激 因為我在想說 有時候可能前一天要應酬 都會比較疲累 我就是在應酬前我可以補充嗎 可以 或是隔天早上補充 對 應酬前後 我都會建議可以補充 因為薑黃本身 就是可以幫助 對 其實對於我們在應酬 在幫助食物的消化 都是一個很好的補充成分 那不錯 那就應酬之前 我應酬的量很大 我一天可以喝幾包 建議大概還是以兩包為基準 這很好喝 你喝的是什麼口味的 薑黃 永叢草 薑黃酵素飲 對 我們剛剛聽起來 永叢草好像是中藥材的味道 沒有 沒有 對 它就是有一點 喝起來 也沒有快味 很好喝 而且它很營養 它就是已經把這個永叢草 跟90種的蔬果 都已經發酵完了 都變成活性的小分子成分 有蔬果的味道 90種蔬果都在裡面 像我這樣早上 我要餐後吃還是餐前 都複喝 針對是如果說腸道比較敏感 會建議還是餐後喝 平常有在飲用酵素的話 如果有這個習慣的人 他就是空腹也沒問題 像我這樣 常常在泰國跑來跑去 然後曬太陽 然後皮膚就變得很暗沉 那我喝這個也可以 還是有別的可以喝 針對這個訴求的話 那這種飲品 它還有提出的是一個 飾物玫瑰口味的 飾物 飾物玫瑰 其實說飾物 不是只有女人可以喝 男人其實也可以 所以男生也很愛漂亮 真的 對不對 飾物以前都覺得好像是女的 這也是可以保養的 對 其實就是它本身添加的是 除了有剛剛一樣 有蛹蟲草的成分之外 它還有添加的是 我們的日本專利的 玫瑰花瓣萃取 就讓皮膚負吃氣色 它是幫助皮膚都比較亮白 真的 對 亮白的 那我喜歡 有毛 而且我也喜歡玫瑰 喝一下 分享一下 那個喝的感覺 我剛剛以為 想說 我剛剛不是講說那個蛹蟲草 它完全沒有草本的味道 我想說事物應該就有了吧 沒有 它完全沒有濕味的味道 它完全就是 如果大家之前有喝過水果醋 它就是水果醋的味道 它沒有中藥味 它也沒有那種 水果醋有一個濕味 它沒有 很沖的 沒有味道 這個是有點像水果有醋的那種感覺 剛剛那個薑黃 一樣 也是類似這樣 因為它是有發酵 對 有發酵過 只是說玫瑰這個會有帶著 一點點淡淡的玫瑰香味在裡面 對 而且喝完之後就覺得 好像變漂亮了 是不是 好快 心裡重要 而且真的好喝 好喝 也像我們有同事 他本身是騎摩托車上下班 其實在皮膚在外面曝曬 都會有時候容易黑黑 灰灰的 然後就覺得膚色不是很均勻 他喝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發現 現在膚色比較有亮起來 對 然後因為它 我剛剛提到就是它本身就是有 玫瑰幫助亮白 然後有 有 幫助女生的氣色會比較好 就讓我們是 喝這個真的是很方便的 對 我應酬 隔天先喝這個 對 睡前或是晚餐 我真的覺得妳 妳好適合 對 我想要問那個 就是我們這樣喝 它熱量會不會很高 其實還是會擔心 對 其實一般的保健品 為了讓它口感好 它都加大概60到70%的糖 其實相較熱量都會太高了 像這個飲品 它就是加20到30% 而且是加 國寡糖 其實它是一個很好的糖 就是說這個糖它是有甜分 但是它是人體不容易消化跟利用的 所以它其實在我們體內就扮演 可以調整生理機能 幫助消化功能的部分 幫助消化功能 它的特色 對 因為在日本 國寡糖會叫做 促進消化功能的一種好糖 反而西方國家還稱之后 它就是一種甜的纖維 因為這個糖沒辦法被人體利用 所以到達腸道的時候 它會被我們的菌 腸道的菌去利用它 利用它之後就可以促進 菌蟲的一個正常 然後就是維持消化的正常機能 我覺得現在很進步 有很多的東西非常多 很多的保健食品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挑選 這也要很小心 對 因為像我在挑選這類保健食品 就是注重它的生產製成跟原料 像它裡面有很多的蔬果 所以像這種蔬果發酵液 最重要的就是它層層需要做把關 因為你發酵液的過程 溫度或什麼都很重要 有控管 對 像蔬果要挑選 挑選之後再也就是需要 清洗 殺菌 然後質菌 發酵 過濾 再變成包裝 其實是需要一層一層 很小心地去做處理 所以這個 酵素液它是選用的是 像ISO HACCP 都合格製程的一個規範 而且是屬於獨家專利的製程 而且就是它定期都有去做 第三方的檢驗 這個很重要 像現在擔心說會不會有毒素 但這個就是做過了重金屬農藥 化學的 化菌 吸藥的檢驗 那都是安心可以讓大家放心使用 因為擔心化學殘留 第三方 這很重要 現在台灣政府也是做什麼事情 它也是第三方要去幫助去了解 這個太好了 當然適時地補充營養 讓自己比較有體力來打拚 對不對 適當地補充 對 因為像我覺得說 現在的人就是很容易就拚過頭了 可是拚完之後 你知道 你的體力就會慢慢地被耗損 等到像有些人他平常沒在生病 可是一生病他就是很嚴重的那一種 那個時候要再補 可能就來不及了 所以剛剛今天營養師介紹這個 我覺得很方便就是 可以 隨時要記得補充 這個可以當作我們的祕密武器 因為現代人 吃飯就是有時候又不吃 有時候就大魚大肉 你身體會突然受不了 我知道吃酵素的話 就可以增加我們的新陳代謝 吃薑黃又可以補充體力 所以說就是 常常補充不到的 我們都可以補充到 用這個就補充了 吃酵素也可以順暢 對 你運用順暢了 把毒素排出去了 對 身體就健康了 對 對 這個從現在開始 都還來得及吧 如果現在知道 你就趕快 或是幫你的朋友 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樣的方式來 補充自己的體力 補充一些營養 因為我們生活各方面 都需要面臨很多的挑戰 真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氣力 要有元氣 對不對 好的 今天非常謝謝 營養師的分享 還有謝謝二位 謝謝 對 剛剛兩位喝得好用心 真的是好用 補充 補充浪費 對 覺得說 皮湯沒有辦法補到教室 也是 對啊 進來